这是二十年前的珍贵武术资料 视频展示了戳脚全尸的提装功寸腿 这爆发力让人瞠目节省 你提装的时候它要是一整体的 穿透整体 各方面的都有 那么练了如此厉害的戳脚 有个如何在实战中运用呢 在踢击对方的时候 用我的脚前扎 钉起对方的进骨处 它可以上步钉踢 可以垫步钉踢 可以正钉 也可以斜钉 钉腿啊 主要是表现在哪呢 传统五十套路 挫脚拳 别的拳法里没有 三打中这个推法也很少见 钉的时候 脚要插地面一起 垫步上步垫的时候 同时把这腿就踢回来了 这个腿很快 而且很低 对方啊 不好防守 两个人实战的时候 我吵你压力的时候 他不对的腿 有可能啊 有的时候我一上步 是做出这动作了 叹 钉着对方的腿了 在传统套路 搓脚里啊 它还可以结合到手法 垫步钉的时候 我还有我的杂 穿地对方的眼睛 脚钉踢对方的筋骨 看一下啊 这个动作属于低腿 也叫按腿 不要用脚尖 用脚尖用于受伤 脚趾用于被挫 啊 脚掌必须上翘 它的力点呢 这个前脚掌的前半步 插地而起 不要离地面太高 切的地面 这脚就跟着地面 蹭下来就 哎 这往蹭下来 踹起来了 哎 要快 啪 闷地 啪 就出现了 痛 我的压手 我给对方一个杨公 手给对方一比划 把对方的注意力 注意到我的手上 哎 他注意我手了 我不注意脚底了 哎 我上去 啪 就盯上了